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提起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 您恐怕不会陌生 里面诸葛亮七秦梦获的故事更是家喻户乔 其中就提到了一种古代冷兵器时期的铠甲 藤甲衣 据说这种铠甲是用一种生长在喀斯特地区的植物 青藤编织而成的 所以刀疆不入 那么这种藤甲衣真有那么深吗 贵州省安顺市腰铺镇的阿歪寨村 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布衣族村寨 时代居住在大山脚下的布衣族村民 以耕种水稻为生 过着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 每年农历的六月六日 是布衣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这一天阿歪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 歌舞相庆 节庆中 村民们会穿戴一种用植物藤条制作的藤甲衣 模仿古代士兵出征的场面 跳起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舞蹈 那么藤甲衣究竟起源于何时 制作藤甲衣的植物又有着怎样的特性 它又为什么生长在这一带被人们广泛利用呢 为此 地理中国考察队赶赴贵州安顺 探寻藤甲衣背后隐藏的自然奥秘 阿歪寨村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以南 安顺市腰铺镇东部 地处喀斯特群山环绕下的洼地中 经过一番走访 记者从村民口中得知 对于藤甲衣的来历 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 藤甲衣最早是古代布衣族人深山打猎时 为抵御野兽侵袭而发明出来的护身甲 后来被改进成作战使用的铠甲 而阿歪寨村村民也声称自己有着非同一般的绅士 他们的祖先是三国时期孟霍所请的乌歌国的藤甲兵 对于这种说法 我们虽然在正史中没有找到确切的佐证 但是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 的确曾经描写过诸葛亮七秦孟霍 以及大战藤甲兵的故事 诸葛亮率兵将孟霍连连歼密 于是孟霍搬来救兵 请乌歌国的藤甲兵驻站 由于藤甲衣穿在身上 刀剑皆不能入 藤甲兵大献身危 连胜属汉大军 藤甲一个穿在身上轻便 如果你穿铁带 他的盔甲是很重很笨 他这个藤甲就很轻 很轻便 并且他有忍性 他这个刀砍他 他有弹性 如果又剑刺他 打进来 他会弹回去 所以诸葛亮是搂战搂半 为了攻克藤甲兵 诸葛亮苦思冥想 既然藤甲衣是植物藤条编织的 那么他就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盼火 于是诸葛亮想出一计设计火功 火烧藤甲兵 结果藤甲兵全部被歼命 就是民间的传说当中 和他们本身的这个微信的这个 家谱记载当中就有这个事 说是这个他们就是当时火烧藤甲兵 他们逃出了那些人的后代 相传战败的藤甲兵死者无数 生者四处逃亡 几经迁徙 后人辗转到达歪寨 繁衍生息 延续至今 当地人告诉我们 阿歪寨村至今还保留着编织 制作藤甲衣的传统手艺 村中有一位名叫维达泽的村民 正是编织制作藤甲衣手艺的传承人 几经周折 我们找到了维达泽的家 听说我们的来意 维达泽从家中小心翼翼地 拿出了一副完整的藤甲衣 一套完整的藤甲衣 包括头盔 甲衣 盾牌 护裙和护腕 这就是传说中的全副藤甲了吧 对对对对 这就是藤甲了 你能介绍一下吗 都包括什么 这就是那个头盔 帽 就是戴在头上的 这就是那个船上的那个 身上的盔甲 那个甲 对 是一个甲 盔甲你看它是一整片的 对 它是一个整片的 是一整片 粘为一体的 这样下来的 对 它是 然后有两个护肩 对 接下来 在维达泽的帮助下 记者穿上了藤甲衣 好 不用 这个放在藤甲衣 我也来体验一下 你先把这个带上 这个是护壁 对 放在这边吧 可以 这就是盾牌了 你看怎么样 还有那个架势吧 这就是古代的藤甲衣穿戴好藤甲衣后的样子 穿戴好全副藤甲衣后 记者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整副藤甲衣穿起来一点不觉得沉重 反而十分轻便 而藤甲衣在当地人的口中号称 渡江不沉 遇水不湿 刀剑皆不能入 那么 如此轻便的藤甲衣 果真能做到刀枪不入吗 记者决定 首先对藤甲衣的牢固性进行测试 在村民的引领下 我们来到了村中的一块空垫 为了有更直观的体验 记者穿上了藤甲衣 由村民用刀剑连续攻击铠甲 你看 这就是起个印子 但是看不到 对 真是 你看 真结实 我说身体没事 没事 很结实 它都是就阻挡出去了 这个藤条非常坚韧 那就是 这你从哪里摘的呀 有的 一个 一个座 哦 这人你从哪里摘的呀 在山上找的 在山上 这个是青藤哦 这个小的 那这是什么 这是老的 老的青藤 几十年了 几十年青藤是这个样子的 村民告诉我们 这些青藤是它刚从山上采摘的 其中较为纤细的是生长了一年的 比较粗壮的已经生长了几十年 那么青藤究竟有多长呢 随即我们请彩藤人解开了藤条 这根这么长啊 哎呦 长条还比多长 哦 真的有多长啊 你看 太长了 长条比多长 这么长啊 太长了 这大概 这大概看看得四五米长吧 真是长 咱们俩拉一下好不好 拉 看看它 一件进去 当把捆在一起的藤条全部展开后 我们发现 原来青藤长达六七米 彩藤人说 这还算不了什么 还有比这更长的青藤 专家告诉我们 藤甲一的任性取决于青藤的任性 要想破解藤甲一刀枪不入的奥秘 首先要弄清青藤的任性究竟有多大 为了测试青藤的任性 专家设计了一个实验 叫村民找来一辆汽车 随后 把两根青藤拴在汽车的保险杠上 接下来 三位村民将用两根青藤 拉动这辆重达一吨的汽车 青藤能否拉动汽车 又会不会断裂呢 好 一 二 三 拉 啊 真的动了 让我们惊讶的是 重达一吨的汽车真的被拉动了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 牵引车子的两根藤条 竟然完好无损 这样的结果 不得不让人惊叹 细细的青藤 竟然拥有如此强的任性 那么 如果把两根青藤撤去一根 只用一根拉车 还能不能拉动呢 它又会不会断裂呢 现在解消了一根 我们只用一根藤来看一下 能不能拉动这辆汽车 在场的所有人 都屏住了呼吸 拭目以待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令人瞠目的一幕出现了 这根细细的青藤 真的拉起了重达一吨的汽车 汽车被拉动这滑行了十多米 那么青藤有没有破损呢 拉车的青藤不仅没有断裂 就连轻微的破损也没有出现 这样的结果 让记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看似鲜弱的青藤 怎么会拥有如此大的任性呢 正当记者疑惑不解的时候 专家拿出了另一种藤本植物 三角风 可以看出 三角风的经感是单条结构 容易折断 相比之下 青藤的藤条韧性要大得多 反复折也不会断 专家告诉我们 青藤的韧性之所以那么大 奥秘就在于它拥有一种 极其特殊的结构 这与钢篮极为相似 钢篮是由多根钢丝树 围绕一根纤维心 碾制而成的 而青藤也是如此 它由几十根细丝 围绕一根属精 巧合而成 这就是青藤受力均匀 韧性大大增强 即使拉起一吨重的汽车 也没有损伤 那么青藤具有超长韧性的奥秘究竟何在 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正当我们即将展开考察时 村子里一下变得热闹起来 原来收购中草药的人来到了村中 村民们纷纷拿来各种植物卖给收药人 它做什么用的呀 可以这方式啊 这是你们家砍下来的 来 15块钱 村民们说 这些植物都是他们从附近的山中采来的 随行的专家介绍说 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植物 只生长在喀斯特山区 不仅有包括青藤在内的藤本植物 还有许多草本植物和灌木 中国中又不是有句话 白草都是药 只药你会造 这个因喀斯特山区的棕头有很多 有草本植物 有藤本植物 有的就是灌木 它也是重要 专家告诉我们 在贵州潮湿多余的气候下 这些生长于喀斯特山区的植物 生长周期较快 都在春季发芽 夏秋时生长 深冬季落叶 短短的时间内 村子里就汇集了这么多的种草药 让我们惊讶于 村子一带的喀斯特山区 生长着如此丰富多样的植物 众所周知 喀斯特地区通常严实裸露 地表水稀缺土壤稀少而贫瘠 那为什么这一带还能够生长出 包括青藤在内的 这么丰富的植物呢 附近喀斯特山区的植被生长状况 又是怎样的呢 为破解这些疑问 考察队深入村子所在的山区 展开了进一步的考察 那么用来编织藤甲仪的青藤究竟在哪里呢 接下来考察队决定跟随一位彩藤人 去他平日里彩藤的地方看一看 从山脚沿着崎岖的山路盘旋而上 爬上山顶之后 队员们来到了一片陡峭的崖壁 彩藤人告诉我们 这种长有绿色藤条 顺着岩壁攀缘生长的植物 就是青藤 虽然这一带青藤很多 但并不是所有青藤都适合编织藤甲衣 就是像那种 那种藤就是弯了 它集成不了土里面的水分 所以长起来它就弯了 弯了它的质量也不好 一撇就断了 像这种随便撇都不断 它贴在地面长的青藤 它容易发出的这个子根 它容易集成大地里面的养分 它长得就要粗一些 它的迷度就要好得多 并且在这个顺着地面长的 它没有阻碍 没有阻碍它就不会弯曲 不会弯曲它就比较直 就要显直的这种边际藤甲来 就要好得多 原来那种在岩壁上攀缘的青藤 由于扎根岩缝 营养不足 容易折断 不适合做藤甲衣 而扎根于地面土层中的青藤 由于营养充足 生长得较为均匀笔质 韧性也更好 所以是编织藤甲衣的首选 既然卡斯特山区地表水稀缺 土壤贫瘠 那么青藤是怎样稀取水分的呢 队员们又来到了附近的另一处山崖 只见在这片陡峭的崖壁之上 爬满了许多藤本植物 海洋甲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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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枝根 它说这个藤是横着长的 是吧 它横着长的 它一断了 它一到土了 它又下去了 你看 这儿有一个小根 也生了一个枝根 枝根 它生了很多枝根 对 好 我们现在动了 这一点比较粗 这个结局就是它的主根了 它很粗的 它包了很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卡斯特山区岩石裸露而陡峭 根本无路可走 再加上清晨刚刚下过雨 原本就近乎直立的岩石更加湿滑难走 如果一脚踩滑就会坠落山崖 历经艰苦的跋涉之后 队员们终于抵达了万古洞 这道狭长的裂缝就是万古洞的洞口 探洞队长胡牧初步判断 这是一个口小度大的垂直型赎金 需要穿戴专业的探洞装备 采用垂降绳索系统才能下到洞底 这时第一名队员从洞下传回的信息 却让人不安 原来从洞口向下有一个40米长的斜坡 而斜坡向下又突然出现成反方向20余米高的陡降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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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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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由于地下暗河 这个青藤的这个它顺着延峰的这些根系它很发达 就会渗透到下边的暗河里边来 极其一定的水费又回过去逐进它的生长 如果降影量大了它又通过这个岩石的风险 它又回到暗河里边来 原来青藤是一种喜阴喜温的藤本植物 只生长在喀斯特山区 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缓慢 因此致密韧性好 然而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怕烙 而阿歪寨村所处的喀斯特地貌环境 恰恰满足了这种特殊的生长要求 降雨过后 虽然地表难以积水 但是雨水会顺着地层岩石的缝隙迅速下渗 汇聚成地下暗河 青藤它的习性决定 它不能积牢 所以这个喀斯特地貌它就有这个好处 水很快就会渗透到地下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系统 它可能就在地表上积下 所以已经不是在地表里 那边在地表里 它不能不断 是什么字架 不是那些人 就是这个人 不是那个人 这就是这么多 喀斯特地结果 是从来 然后它会变得 我就是那 kny 那天 它们就不错 我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刀枪不入的奥秘 原来这奥秘就在于编织藤甲一的植物 青藤有着极强的韧性 为了适应卡斯特地区缺水少土的严苦环境 青藤在漫长的生物演变过程当中 进化出了发达的根系 能够扎到岩石缝隙当中顽强生存 深藏不落的青藤 也为人们研究藤甲一级古代兵器史 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和依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